這裏是今年一月在聖水洞新開的民廠區 叫聖水聯邦 以前是化工廠 現在多了很多特色的小店進駐 還有很多打卡位 我們一起進去拍照吧 聖水洞是舊工廠區 今年一月底又有一間舊工廠改頭換面 聖水聯邦前身是化工廠 紅磚牆加上始祝校輝的logo 感覺好像中學的校園 由兩棟三層的樓宇組成 兩棟樓中間就以天橋連結 在庭園還有展示場定期轉換藝術裝置 三月開始就以花花瀑布示人 成為IG熱爆的打卡位 中間還有小型LED燈營造出夢幻場景 重新粉拆過的重力場柱帶點點窩味 亦成為了打卡位 走上三樓可以一覽聯邦全景 玻璃外場更加可以拍出兩個自己的個人照片 賣物方面一樓有一個全場最大的選物店 賣國內外雜貨以生活家品為主 亦有文具雜貨 非常好行的 亦有專賣洗臉用品的小店 尤其是它的洗臉間最受歡迎 一樓還有一間在IG大熱的堂舖 賣純天然手工甘蔗糖 有九種顏色的包裝盒選 就手信一樓呀 三樓的天上家屋以自作的形式 賣咖啡和麵包 玻璃屋Cafe採光良好 非常之好戲呀